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看3D投冠 第四场是四班千四 有些马去到半季之后 马开始立入正轨 赢的就是有缘人 有缘人就赢过这些路程 很有证明 不过你想不到一只马会这样跑 就是拍到中横天下 第一次增程上千四 在A栏 他这样抢了出来 难道是想试一下马 因为这只马是近期河流马防 唯一一只状态比较好的马 但是今天A栏 跑法打算有点不利 田泰安最近是否试到那些添友运 信心大了 其实他出来看了空 马也有点抢抢的 他能够解决 A栏这样增程 望空其实是不容易的 你看他回来他不断的 不单止不断 其实是有缘人上来过他 他不是任由他过的 一直迫他回头的 有缘人就开变那只 上一场扒到可能扒得不太好 立刻今场换了判顿的灾案 没有你这么好气 立刻换人 那判顿的发挥又怎样呢 在外面逢马过马 其实马是走得挺純的 这个势应该一过就过了 你看看中横天下 不是的 原来他还有一点点 一直迫着他迫到过中点 就是有得逗一下 展开打比的罪幕 他这两位 两位展开了打比的罪幕 原来 第四名就是13号的红尊勇士 第四场的分断时间 头段是13月73 第二段是21月80 第三段是23月52 每段是23月60 赛事时间是1分22秒65 我今场有个数换给大家 参考一下 讲到其实年方面 蔡苑和潘顿 201617年至今马龟 到现在合作成绩是多少呢 其实大家留意1920年度马龟 其实齐连席合作了四次 没有什么交收的 不过近期合作多一点点 今天也有马赢 就是刚才提到的有缘人 其实这个有时候 是鸡和鸡蛋的问题 鸡先还是鸡蛋先 冠军连马斯 很多时候都是和冠军骑士合作的 大家可能相互相成 你做冠军他又做冠军 你想想蔡若翰最初是用偉达 好了 莫雷拉 莫雷拉威一点用莫雷拉 近期潘顿比莫雷拉更好 他用多些潘顿 就是因为他懂得这样 用冠军骑士 他才可以做到冠军连马斯 因为冠军骑士 发挥到水准之后 冠军是靠他们赢回来的 当然我们看到 有些都不是好看的镜头 但是比例上 那些镜头有 但不是那么多 但是其他的时候 正常发挥一下 有时候就是那些长途赛 你潘顿莫雷拉去跑 跟其他骑士比较 的确有高一点 所以为什麽他去看成绩 他会懂得去 因应这些什么形势 去选这些骑士 有些杀鸡烟用牛刀 交给其他骑士 譬如波剑试 有些都可以赢的 是的 另外这场赛时 有些大二和边线大门马 赛后报告都有说 譬如健康第一 这个十血马 和大二门的对行之星 其实这对马 他们的走势方面 有少少运的 特别是一号健康第一 要看一下 下次走势会不会顺一点 但是这一场 毕竟不判球马 正鬼上来的小 都真的挺有说服力 好了 看完第四场 马上看看三天志关 第五场就是三番的 二千大长途 赢了就是同舟共济 是不是说 潘顿这一场跑得好呢 第六、三、四 是的 真的跑得好 因为这只马 匠口都不是很稳定的 幸好有个一档 其实他的匠食 就操控得好 我觉得两位都跑得好的 何宅妖这场都是跑得好的 其实你看一下 合火正经组断 都挺麻烦的 你看他也是 是的 他跑了出去外跌 结果又要找位来遮 结果遮了一轮之后 他都能解决得到 那一路的马 稳定了 慢慢推进 其实这一步都不容易做的 今天何宅妖其实都做得好的 组断是有些抢 其实现在都要落着头 你看到 两只马都不容易 那相对同舟共济 就是因为有条篮 会有得顺点 对比和合火正经组断的处境 就没那么好的 到现在其实他都没有解决得好 是的 红粉风彩 你看到三叠又有些抢口 他就最快的一只 他一早已经出了外跌 卖不到来 都已经错了 一看他放松不了 马上在绷紧一条颈 他已经拜仗组程了 这一只 跑错了一只 顺风保 现在跟着第三位 是的 这些真是突如其来 其实这一场都跑得很接近 好了 合火正经法力 在开边 其实他转到弯 是蚀一点的 绿色没有那只 但都要让他走 那里不可以不让他走 他上到来 刚刚是第一只出头 是刚才的 所以就不能说他错 不过你判断 一来有条欄 二来这个位置出得这么漂亮 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都困了一阵的 同周共济 不过现在的马上了 他在外面发力 是 是 后发先至 是啊 如果困了一阵 就何宅药到的 起码是他的 今天 差一点点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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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也有说 9号安城厌多气管有谈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 照片方面一对马很近的 3号的同周共济 就是紧性的4号合伙精英的 那翻段时间 头段26秒11 第二段24秒52 第三段24秒94 第四段23秒70 每段23秒52 那这场的赛事时间到晚的 2分02秒79 起码一定是三合成 哪个赛都是他赢的 这场 不过他只懂得用同周共济 擺盘盾 抽到好档 就是这场的自性关键 这些马需要好僵盛的骑士 跑 如果僵盛没有骑士 或者档位少有不同 可能合伙精英 已经得了手 不过合伙精英 他都不熟悉 你看到早段 其实他都挺疼的 都是 但是回到来追了那几步 出头的时间 都能够可以 这场可以做得那么好 那我相信 1,600 1,800就有少少挨向 那当然今天就赢了2,000 但是今天又有档 又有潘顿 但是如果 下一次条件 接近的话 我想有些机会 合伙精英 反先得到 是啊 虽然集落起了 琴带 显示了质素 另外刚才也提过 红粉丰彩 因为 其实斯多哥表示 马分明有放松 劲跑 所以表现比较失望 因此红粉丰彩 他需要试集合格 才可以再次出来跑 OK 那这场看完 我们说三点美观 第六场是 3,600的中距离 一起步 灰马洪王 洪王当然 都预计他放 是人都预计他放的 但是1,600王津 每个都打算 都是电兔来的 1,600 我想是一个很大的盲点 大家都会变成了 还有A欄 通常A欄放头 都不会很好处 不会先赚 那他都放得不慢 放得快 其实如果看回这场 不是陆恩神 他走去骚扰 还是红黄 我想他得手 是啊 都烧一烧的 头3月1分 这里走上去 令红黄走快了很多 这段 其实都想着前面那对马 回来都应该没有 在A欄这样的跑法 再看段速 我想大家都不为意 他们 有你放 那结果就真的没有 只是其中一只没有了 红黄是有的 我看完他第二段 22秒75 第三段22秒75 第三段22秒75 说你在跑分级赛 就是 王俊 还要 你看看健康快区 在哪里 六个马位都不止 真是一瓦漢 真是 就是前面那个不是王俊 或者后面那个不是莫雷拉 可能他都赢了都没顶 是啊 其实真的 可能中断那道比 不是多了 陆恩神区 骚扰他 我想未必追得到 他有足够时间回到气的话 嗯 这场有些卖 那些走规都不是太好 就是特别有一只 就是 没有出门 还要把骑士捕下来 就算到一只黑狗烧买 是啊 原来全程都不见他 不见了的 他一起步 中一中 不低了头 是 哇 在第四平那只 原来起步 都吸转了 没什么心识 路路爽这只 都要看 虽然走规不是太好 那六场分断时间 头段24秒77 第段22秒75 第三段22秒70 每段24秒36 猜测时间 1分34秒500 正常了一点 就是有时 我们这些港马佬的眼镜 就是整天都要换的 整天都跌的 因为 就是说叶初鸿的马 叶初鸿的马 整天都说 每次都拗头 通常赢完下次 很多时候都跑得不好 好了 说到这场洪旺 不用拗头了 黄晋 炒线 6A难 神不用想 想都不用想 不用拗头了 他几乎一巴掌过来 近乎赢了 其实跑到第二回来 这些什么眼镜都跌了 是啊 但是我们就跌了眼镜 那些灯神很厉害 真的不跌眼镜 他陪伴黄晋一巴掌过来 真是 红黄晋 又落飞的 第三个威之星是啡格的 真是神奇的 第四个路路爽 都是六格的 我有时都不明白 真的 又或者是 刚才提到 落飞的三匹马 这场的走势 都较为主动一点 不过在最后报告 都有些事情提到 就是 那些陆恩神 他马安、华儿和路路爽 他每段爱闪 他需要考察的 好了 第六场看完休息 回来看第七场 第六场看完休息 第七场看完休息